近日,张艺谋妻子发了一篇长文,文章谈到了张艺谋为了奥运会的开幕式辛苦复出。 张艺谋妻子陈婷起初是不支持张艺谋当冬奥会开幕式的总导演的,因为这个工作除了难外,压力也是巨大的。 08年奥运会开幕式就曾经激励一次,如今又要重来一遍,妻子是十分心疼张艺谋的身体的。 为了筹办开幕式,张艺谋的作息安排得很满,已经没有额外的时间,可是张艺谋仍然觉得时间不够用。 陈婷形容张艺谋每天是自残室的工作节奏,她担心张艺谋会一并不起,但张艺谋仍然坚持举办好开幕式。 在开幕式的前几个月,为了不影响工作进步,张艺谋每天都靠药物维持,甚至出现了连续几日的高烧。 可是敬业的张艺谋仍然没有减少工作量。 开幕式取得成功后,观众纷纷称赞她是优秀的晚会总导演,对她称赞的报道更是一篇接着一篇,但是家人仍然担心她的身体。 陈婷更是放出了孩子担心爸爸熬夜的聊天截图。 这次张艺谋指导的冬奥会开幕式没有让观众失望,开幕式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让观众记忆犹新。 希望张艺谋在开幕式结束后,能够养好身体,好好陪伴家人。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欣赏到精彩的开幕式后,更加尊重和理解幕后的工作人员。